你看到這麼漂亮的寺廟 就是緬甸普甘 最具代表性的阿南達 這一座寺廟 這一座寺廟 有許多它特殊的地方 等一下 我再一一的跟你們介紹 你看到的這就是它原來的顏色阿 到目前為止已經有900多年了 將近1000年了 還能夠保持這麼完好 尤其經歷過大地震以後 它還能夠保持這麼完好 不容易阿 你可以看到 它的一些石雕 你看一隻一隻樓 雕得非常漂亮 還有一隻一隻的獅子 非常漂亮 它也是混東南西北 在北面這個地方 就有這些回廊 讓遊客進來了 對啊 你注意看到 這些獅子 所雕的形狀 都會有差異 你看 這個佛塔的上面 不是流金 就是純金的 是個良好 非常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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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美 你去看 这些壁画 已经有900多年了 还能够维持 这么漂亮 非常不容易的 你可以看到 这个 守卫就好像我们的 门神一样 再看看 这些壁画 在这边 你也可以看到 因为地震 震开以后 这边的石块 一片一片 它怎么去落起来的 所以这样 的石块 都没有水泥的结构 就是盖得很扎实 在这个底下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佛 佛像钻研以外 它的脸 就好像带着微笑一样 你走越近 也可以看到 它笑得 就越大 越开怀 这个佛像 这个佛像 有30尺的高度 它是用很好的木头 去雕刻的 因为缅甸这里 本来就是出产木头 你可以看到 这个整个木头的门 是整颗木头去雕起来的 因为光线没有那么好 所以就不是看得很清楚 所以就不是看得很清楚 而且 在这边 你可以去看到 这墙壁当中 这墙壁当中 会有一尊一尊的佛 其实在这边 总共 这些佛 你看一个洞都有 有1400尊的佛 那 有些 就上锁了 你看 就锁起来了 也 都有 用这些 去把它锁起来 才不会 被人家脱掉 很多西方的人 很喜欢 偷走这些佛像 你看 这个就是以前 是一个恶人 曾经 砍断人家 一千只手 这个门 就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这个 是整棵的佑木 所雕刻的 所雕刻的 你看 非常专严 而且 在这一边 你看 这些壁画 就保存的 就保存的 比较完整 这也 由 印度 一个佛教文物的 保存团体 曾经来保存过 其实这些墙壁以前 都是有那些 废话的 黏着 私修 又整修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 所以 就会 没有办法 保存下来 在这边 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个地方 就是东门的地方 你看 因为 因为是靠东边 太阳照进来的地方 所以 就比较 容易褪色 所以 在 缅甸 普甘 这个地方 这一家寺庙是最继代表性 这尊佛像 是出自于 曼德雷的公寓 所以 就跟 他们原来普甘的这里 不同 我所讲的不同 就是在南门 这个地方 他所雕刻的佛像 也就是静静看的 也会微笑 我正在往南门的地方走 在南门 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 这个佛像 也带着微笑 那当我 越往后走的时候 他的微笑 会更大 你看 这边看 他的微笑 就更大 其实 在这个佛像 的上面 建筑的时候 他们 都会 镂空 就是镂空 让上面 有一个光线 可以进来 你看 这里有放一张灯 那那个是镂空 可以让光线 直接 照到佛菩萨的脸 去到那里 那里 去到那里 是湯 是湯 那里 是湯 就是湯 那里 谢谢大家